你怎麼會有什麼人在這裡 佛子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它指的一個意涵 用一個譯喻來說的話 它就像是一個王國當中的王子一樣 我們職工嘎舉有一個發新聞 裡面提到了 佛子就像是即將即位的王子一般 為什麼說他像是即將即位的王子呢 因為他有種性的優越條件 所以他將能夠登基成為國王 這個指的就是所有的眾生都擁有佛種性 我們同樣有一個尊貴的種性 就是佛陀的種性 有成佛的潛力 有成佛之因 那麼這樣的成佛之因 並不是只有佛教徒才能夠擁有的 所有眾生都有這樣子成佛的潛力 跟成佛的因 所以我們都是將來能夠成就 勝利著佛陀果位的 貝位的王子 但是一個王子他必須要有功德 如果說他缺乏智慧的話 即使他登基了 將來還是有可能 即使他身為王子 但是他還是有可能會被關到監牢當中去的 一個王子他要登基 他要能夠統治國家 必須要有學問 要有功德 要有能夠領導的實踐的能力 所以他要能夠真正的去實踐他的政績 所以作為一個佛子 也是需要真正的去實踐佛法的 那我們說最終能夠成就佛陀的果位 這個佛陀果位被稱為勝利者 他是怎麼樣的勝利呢 並不是在外在身體方面的勝利 而是我們從內在能夠戰勝 痛苦跟煩惱的勝利 如果我們想要成辦如此的勝利的話 就必須要懂得成辦勝利的方法 就是利他心 因為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值 必須要透過利他心來消滅我值 以利他心、慈悲心作為方便 消滅我值而獲得勝利 這個就是最終的王位 真正的登基 所謂的王子登基的道理就是這個 那麼正在去,我們有一個關於 我們從中的城市 就要去大陣子 說了一句話 我們都要去任何人 都要去任何人 了解 人的 我們自在 我們都要去任何人 都要去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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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們都要去任何人 因为孩子们有差不多对了 我相信 我就是这样生日的 只是那我们家 我们就想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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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自己的 Innovation 是在歐洲的 因为我们就一直在学 学习 那我们在学习花 在学习联合 在学习 humans 我主要做出來, 我不做了, 我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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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做成了, 我會做成了, 你做成了這次, 我會做成了, 我重心以上的, 我會做成了東西 在玉米中遇到韩国 里面像一样,是成为 有一些比较运动的 当中 的 被这种状态 人形在玉米中 这种状态暗流年 把这种状态渐从而出现 我们做的条例而言 这些是 一天就在带你的牧场中 abord动 对我们的牧场地主板 对你们的牧场大是 把牧场摆放在这里 但是我们的牧场 对我们弹袖的牧场 对我们说是 這裡有多很多的金紙 就可以了 然後就說 你會去哪裡 所以就 就已經夠了 鑑定的 鑑定的 會說 我會說 這個 那麼 很討厭 很討厭 就很刺激 好 就很討厭 因為 因為 都要 但是 也不 Stern 也不带去 那呢 苏木哇陈 苏木 játon 再 vapor 一面那一面民土派夙的 藏味道上帝都沿着 那是在叫 上手套 看到第一个吉颂 此时信德下满人身船 未渡自他脱离轮回海 此处用辟喻来说明人身的价值 下满难得的人身就像是航行在大海当中的船只一样 而三有轮回的痛苦就像是大海汪洋一般 这个道理在各个道次第 或者各个宗派当中都有讲到 不管是萨迦格鲁还是尼玛派 全部都有谈到下满人身的道理 为了要了解下满人身的道理 我们就必须晓得 由于我们了解下满人身难得的道理 就不会仅仅只追求此生的利乐 你会晓得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珍贵 如此的稀罕 如果不懂得人生命的珍贵性 它的稀罕性的话 很多人就会糟蹋自己的生命 乃至于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具足八种有辖十种圆满的下满人身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懂得这一点的话 就能够自我肯定 不管你是哪一个阶层的人 是贫穷的乞丐也好 或者是富裕的富翁也好 或者是您不论是男是女 其实都能够由于认识到下满人身的道理 而获得肯定的 就算你是一个贫穷的乞丐 你应该也会觉得说 虽然我的生活条件非常的菲薄 非常的差 就像是至尊灭烈日巴尊者一样 拥有的物质条件非常的少 可是我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拥有下满人身 如果你是一个富裕的人的话 你也可以晓得 原来我拥有下满人身 我可以运用我的财富 运用我的物质条件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可以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国家奉献 为其他众生奉献 所以不管是贫穷的人 或者是富裕的人 哪一个阶层的人 都可以善用此人生 而让他发挥珍贵的价值的 人生之所以珍贵 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来考量 比方说 他用辟语来思维人生如何难得 用如何成就人生的因去思维 人生何以珍贵 还有跟其他众生的数量进行比较 来认识下满人生难得的道理 举第三个例子来说 假使我们去思维 人到众生的比例 跟其他众生的比例来说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 人是如此的稀少 如此的稀罕 就像这个世界上的 其他的有型众生 比方说像昆虫来说的话 是数以异计的 他们的数量是如此的众多 跟他们相较起来 人的数量是这么样的稀少 而这些众生是怎么样来的呢 其实他们都是烦恼的自向展现 比方说真心的展现 会变成一些可怕的动物 像是蝎子啊 像是对我们有害的害虫啊 投尸等等 这个道理是怎么样来 应该要怎么样理解呢 就像是护主吉天宋公所说的 插挪因果之自向 所谓插挪因果之自向的意思 就是说 一切的众生相 都是由自己的内心的烦恼 所做所成的 如果有非常强烈的称心 转身成为旁生的时候 就可能转身成为 就可能变成上蝎子这一类的 就是会令人感到恐怖的 小虫 那么这些烦恼展现出来的自向 就会显现出三恶道的种种景象 那么烦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自己的我之而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 左手去灭除我之 这个是在认识 轮回的自信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做的事情 此处所讲到说 信德狭满人生传 可是只是获得这个人的身 是不足够的 如果你只是拥有人的身 却没有利他心的话 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获得心 什么样的心呢 就是一定要饶意友情的心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算是真正的 狭满难得的人生 我们一定要发起利他的心 用利他的心来战胜自己的烦恼 所以如果没有利他的心的话 空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应该要晓得 如果我在拥有人的生命的情况之下 只谋求自己的利益的话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我应该要饶意其他众生 为了要饶意其他众生 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应该要消灭自己的我知 这样子的心态 其实才是真正能够使我们 从轮回的汪洋大海当中 获得解脱的船法 所以所谓的狭满人参船 这个利他的船呢 实际上指的是 对其他众生的饶意心 才是真正能够带领我们脱离 轮回大海的船只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分享言过 至于我们кую信息 要吗 進去中吉清,教 chrom 清洗三歌殼 его 清洗三歌里都是用的 講明你 kidding 自己是性格就要 要不准是 結果是用的 当中用來是叫做日本的 但他就 Rong口 現在是男士的女士就是 所以我格式的但是 再很可af 就像 beats 很可af的 我拿著飾 我印象在我媽媽 variables 前面是二国 Euan 一位女的女次女身 一位女的女的女 nutritional 海外алы 她得了 宏aby τι syllabi人 三十多年是于一 Kasnganqoca 府访一当 明天她像一个一名 我认为你爱人手术 刻意识的人通过 我们爱人的物体 爱人家的物体 爱人的物体 爱人家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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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西街不散矣 文思禅修乃是佛字心 這邊講到了文思修的重要性 那麼在這個世界上 能夠去聽聞正法 去了解正法的人是非常少的 聽的人已經非常少了 聽了以後能夠懂得其中道理的人 去思維其意的人就更加的稀少 思維其意之後能夠真正的獲得了解 並且付出禪修的人是更加的稀少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做的 我們還是要去著重修行的 因為畢竟進行聽聞跟思辨的最終實踐上面 還是要以禪修反覆的去串席 才能夠獲益的 所要串席的內容是什麼 所要禪修的內涵是什麼呢 就是在內心當中反覆思維 苦因到底是什麼 苦因來自煩惱來自於我知 這個道理應該在內心當中反覆的熏修 這個就是我們之所以要做文思的目的 在內心去熏修去禪修它 我們就算是文思做得非常的圓滿 達到了究竟的程度 可是如果不懂得熏修的話 還是會誤用的 比方說像有些人夜不成眠 就會覺得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怎麼會失眠呢 但是這個時候就顯示了這個 當事人本身對身跟心 何者為主的道理 還有所無知 也就是它把身體看得比內心更加重要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 都有類似的誤區 也就是認為身體的物質 就是外在的事物比自己內心更加重要 可是實際上真正重要的是內心 真正的修行 靈性的道路主要談的是 內心的禪修串洗 對善法的禪修 對善法的思維 因為一切問題的根源是來自於煩惱 我們所要遠離的是煩惱 那煩惱的根源又是我知 所以必須要投入精力在去除遠離我知 去除遠離煩惱的方便當中 我們要不斷地串洗這個道理 從內心當中去加以串洗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文思修行當中 應該以禪修作為主題 我們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譯 關係 作詞 Analysis 蘋洽 作詞 有 気 我们都让所有这一家人都没有带来 因为我们都要辛苦了 但是我们有的习惯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家人 我们到的习惯 我们是没什么 我们在习惯 我们都给了习惯 我们在习惯 我们跟习惯 我们回我们 我们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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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习惯 这所说的像拍照花得好 我反过度刹到马来 这就是当地帮他牌的帮他 当地帮他 那是三八千米港 那是他 他都要帮他 三八千米港 他就没关系 接下来讲到远离家乡 贪爱亲方 好似水波荡 称怒敌方犹如火在燃 不知取舍 鱼痴昏暗者 远离家乡乃是佛子心 第三句讲到了不知取舍 什么叫做不知取舍呢 就是我们心的本性都是如来藏 可是我们不懂得这一点 所以内心非常的愚痴 由于内心愚痴的缘故 所以我们就开始区别了 自己所贪爱的对象 以及自己所反感的对象 对于贪爱的对象 我们内心波动的状况就像是水 对于自己所反感的对象 焦急万分的情况 或者是反感仇视的情况 就像是火焰一样 我们总是受到爱恨贪嗔的纠缠 就像是受到水跟火的影响一样 当我们特别贪爱某人的时候 对他产生贪欲 就不会去见到他的过失 不会看到他的缺点 相对的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怨敌 自己所反感 所不喜欢的人的时候 往往又看不到他的优点 见不到他的功德 我们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看不到别人的功德的时候 自己内心的反感心 就像是火在燃烧一样 如此一来 我们对众生的观感 实际上就是不知取舍 犹如黑暗一片的 我们内心总是充满了黑暗 总是充满了负面的想法 这就是一种愚痴 由于愚痴的缘故 我们会不懂得信受夜离因果 就会造成很多负面的结果 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应该要远离家乡 什么叫做远离家乡呢 并不是只是单单的离乡背景就可以了 如果你离乡背景远离家乡 但是没有远离我直的话 仅仅只是身体的远离家乡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的 那要怎么样真正做到内心 远离我直 远离这样子的内心的问题的家乡呢 就是必须要修慈无量心 如果你能够真正的修慈无量心的话 它既能够符合外在的远离家乡的意义 也能够符合内在远离我直的意义 所以修慈无量心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一夹饿了 在这一期的远离家乡呢 在原地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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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 原來在說那些辰山進去 那個人自己在這一個什麼東西 我一時就有這些東西 從來就有這個東西 那些東西都要做 做點什麼東西 那些東西有什麼東西 用這個東西 那如果何予成为国家和国家就包括在外国人数 都把约交来 这就是已经有同一个地方了 在那里你没办法了 在那里你就会找到一个地方 之前在这一方面 就是要玩过 这一方面什么时候 你会觉得是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还没出现 在那里 因为你会觉得是有什么东西 你在这边 哪里 这边 这边是这么多东西 你会觉得是有什么东西吗 然后在那里 下面 这边是有什么东西 在那里 这边 还是有什么东西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遠離我直 遠離對自他對立的執著心呢 必須要運用方便 這個方便就是從二曲項當中解脫的方便 具體的做法就是要把怨敵轉變成為親友 應該要視怨敵為親近的友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親愛自己身邊的人 我們會總是看他的優點總是看他的功德 因為我們非常貪愛他的緣故 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 應該把這種愛心擴展到所有的眾生 並且讓他的時間更加的延長 就廣大長時間的把愛自己身邊的人心 擴大到其他的所有的眾生 至於仇人或者是對手 跟我們的關係到底又是如何呢 我們要如何把他轉變成為自己的親人來看待呢 你應該曉得今生的仇敵 其實在過去生都是自己特別友好的對象 比方說過去生的朋友 過去生的父母 過去生的妻小 你非常在過去生非常的愛他們 但是由於時空的轉變 我們跟他們之間的角色位置也產生了互換 所以本來過去生的親密的友人今生就成為相對立的仇家 這時候了解到這一層關係的時候 你應該曉得原來錯誤的是我 他們在過去生對我來說是這麼樣的重要 這麼樣的友愛的今生我去把他們當成是仇人 所以問題在我 那麼如此一來我們就並不會說 修慈悲心的時候就好像六心不認 我們不需要去關心親人 也不需要去關心仇家 也不需要修慈愛心 不是這個意思 他說遠離家鄉的意思實際上是要 重點是要把對手把怨敵轉變成為親人來愛 因為在今生來說有怨敵 所以我生起了誠心 我藉由生起誠心而了知有誠心的過失 所以我實際上是要去感謝怨敵的 尤其是在過去生當中 怨敵都是我的親人都是我的親友 今生他們提供我可以修六度波羅蜜多 可以修忍入波羅蜜的機會 所以我更加應該感謝他們 所以修行慈悲心的重點 就是要先將怨敵轉化成為親友來愛戴 如此一來就能夠生起慈無量心的 遠離家鄉的某些人 那遠離家鄉的某些人 十八成為出了一個世界 遠離家鄉的家鄉的家鄉 他遠離家鄉的家鄉的家鄉 他遠離家鄉的家鄉的家鄉 他人家鄉的家鄉的家鄉 他人家鄉的家鄉的家鄉 他在家鄉的家鄉的家鄉 他人家鄉的家鄉 我以前鄉的家鄉向來 鄉鄉的家鄉 他在家鄉鄉的家鄉 鄉鄉鄉 鄉鄉鄉鄉鄉鄉 这是那个我们去的地方 而且我们都来讲 我们看 里面 三把丐腿那么多 微信 然后在这边 在那里 lin会 高于 三个地方 从这边无关 因为一切都 hard 因为它 有时候 在三个地方 在这边 我们都在这边 在凡切片 一般这种人就有了 无人家的爱情 这种人都没有无人家的 遣到插头 对他说无人家的 那无人家的意见 遣到插头 就没有了 那边有的 生无人家的 接下来要讲 依旨激进处是否自信 舍弃恶尽 烦恼见减少 心無散亂 善行自征長 明智清淨於法 起正信 依居極處乃是佛之心 如同前一段所講的道理 我們應該觀一切怨敵都是親人 如此一來就沒有任何一個友情是仇家是對手了 所有眾生都是親人 這樣子我們就能夠真正的事 所以等虛空的眾生都是自己的父母 就可以廣大的升起如此的心量 都可以去對他們升起慈愛心的 如此慈愛心就能夠吹拂我們的煩惱 如果你懂得慈愛的話 其他的六度的功德會自然的開展的 比方說布施慈戒忍辱的功德 都從慈愛心而來 這樣子慈愛心就能夠使我們的善行增長 當然講到善行的時候 包括跟佛法相關的一些法行 所謂的時中法行 都是屬於善行的一部分 可是除此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內心的慈心跟悲心 內心的慈心跟悲心是真正決定 所作所為是否為善行的標準 就像是經典裡面所講的 善的大小不隨外在的形象 外在的事項來做決定 而從內在的東西 內在的態度來決定這個善惡的大小 如果你有真正的慈心跟悲心的話 這裡就提到了 會有明智清淨於法其正性 由於有慈心跟悲心的內心功德 所以你的心會非常的親民 你的利他心會不斷的增長 你對佛菩薩的心心也會不斷的增長的 為了要能夠達到這樣子的目的 所以我們要依止進出 所謂的依止進出 並不是單單的身體跑到一個寧靜的處所 就算依止進出了 重點是要讓心能夠寧靜 什麼叫做心的寧靜呢 心的寧靜就是要朝著 讓自己減少稱心 減少嫉妒心等煩惱的目標去做 如果心能夠達到減少成心跟嫉妒心等煩惱的 寧靜狀態的話 才是真正的依止寧靜處的道理 否則的話 只是身體呆在寧靜處 並沒有辦法真的讓自己安寧 沒辦法讓自己寧靜的 真正的寧靜還是要安立在心的 安立在內心當中的 按照片 如果您找到真正中的 您還是在爽生機上 根本會是牠承受的 還會是牠承受的 那我看你都是你的 江河大鸢 rainforest 那你 我不要去你 我就是你在做什麼 你喜歡 你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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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能会描述的 它就能抓到 但是你用强的 那是你用强的 那那就是 这就是 像人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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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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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都在古典里面 就到一种地区 人家都被这样那样 而 这种地区是从来来的一种地区 不会再来的 但是汉坦实在汉坦实是有什么地方 也就是像苏仁安宣那样的 同游说 从来回来的潮加产的到一种地区 我们就会讨论的当着但是给这种地区 跟师父有什么叫你 我们也认为小鲜舜 我们还是是 emphasizes 我们生活败重 我们的社交博 和学权突然间 我们的社交博 你们是自然间的社交博 我们也认为 我们的社交博 我们的社交博 我们认为自然间的社交博 ågirja 善Go 那姐姐 善Go 善Go 他搞了什麼新的地方 所以不能輸到前面 出來了上去 上去就出來了 出來了 那上去就出來了 上去就出來了 給了這個 有人會拿到 吃一會嗎 長久相伴親友 各自離勤聚財務死後成遺產 义是宾客 舍弃生客房 心舍此事乃是佛子心 这是要放下今生的意思 那么客房值得就是旅店 酒店的意思 有的时候我们对亲人的爱恋心太过强烈的时候 这种关爱会变成一种单着 会变成一种执着不舍的迷恋的 有些人认为亲友跟自己非常的亲密 所以我们应该要生生世世一生一世的延续这样子的友好的光景 希望我们都能够不要面临生离死别 如果面临生离死别的话就感到异常的痛苦 内心非常的忧虑 有这种状况这个其实是爱心或者是关爱成为一种单着的标志 在一生当中有据有散是必然的自然规律 由于过去阅历的关系 无常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生的暂时的会遇必然会分别的 不可能长相厮守下去的 既然不可能长相厮守 那我们需要去保全的并不是现在暂时的相聚 而是要保全内心的功德 也就是慈心跟悲心 在我们还没有成就佛果之前 都要好好地守护自己的慈心跟悲心 因为暂时人天的果报跟究竟长远的安乐 都来自于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但是一般的反庸之辈不能够了解这样子的道理 总是会认为今生的爱恋 今生的亲情友情的事情是需要不断地延续下去的 不能够有稍少的分离 不能够有生离死别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 但是我们应该要转一个想法 真正要拥有的 真正要保全不能够离开的是慈悲心的功德 真正要去看的是其他人的正面的优点 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 不要去思维别人的缺点 常常去观看别人的功德 就像巴族仁波切所建议的 不要去思维别人的过失 多看别人的功德 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没有人是不会死亡的 所以生离死别是自然规律 那么自己是否能够拥有财富受用 财富受用能否延续下去 完全是跟自己的业力相关的 并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 自己也福德决定了今生是否拥有财富受用 而这样的财富受用 即使你曾经拥有 但它毕竟也是无偿的 也是会失去的 这一切都完全跟随着业的运作而发展 不是我们忧愁去经营它 就可以有任何的改变的 那在接下来讲到我们有些人 过度爱执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过分的贪恋自己的身体 就是一种爱我执的展现 爱我执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迷恋 就是一种单着心 我们的身体它也是无偿的 就真的像是一个旅店 就像是酒店一样 你暂时入住之后还是要离开的 就是因为无偿性的缘故 但是就像很多外国社会讲求 所谓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这些人们 他们所过的生活非常的好奢 或者说他们外在物质条件非常的好 他们会非常格外重视自己的身体 要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可是这些保养都到了过度的情况了 因为太过度的时候 我们会过度的执着此生 过度的执着身体的重要性 但却忽略了我们内心的价值 我们所需要真正关照的 所需要真正去照顾的 实际上是自己的慈心跟悲心 如此而已 我们如果能够反复的 欣修慈心跟悲心的话 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 是真的值得我们不断的去贪恋它 不断的去试图保全它的 除了慈心跟悲心之外 别无其他需要保全的事物 所以我们应该要用这个方法 来舍下对今生的担着 这个就叫做放下今生 总是在这种方法导致 这种方法导致 这种方法导致 人们在这种方法导致 就做了这种方法导致 在那种方法导致 就做了一种方法导致 改变了 就做了两种方法导致 咱那个人都给了 我做这种方法导致 但是我们在做这种方法导致 簽名说之后没有收到乼务 没有收到乎 opening the music 疼 consigo的 Colorado 市民国城奥 自然而然 这都是其他许多人多了 但是,他们上去碰尸 但他们都在一个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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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言 我们也认为他们在上次的小语言 他们在这儿的小语言 如果他们在那儿小语言 他们也认为负责的小语言 他们在这儿的小语言 他们认为这儿小语言 因為財富本身是好壞參半的 一個人的財富 關於財富受用 大家應該要有正確的認識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財富本身是好壞參半的 端看你怎麼樣去運用它去看待它 一個懂得業力因果的人 不管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他都能夠善用自己手邊的資源 善用自己所擁有的財富的 所以如果他擁有財富 擁有物質條件的話 都能夠妥善地利用 然後帶來好處的 比方說成半戰時的快樂 比方說他會去反思 自己為什麼會擁有財富 原來是因為我過去生布施的緣故 所以今生感得富裕的果報 那如果我將來還是要 希望來世也能夠富裕的話 我應該如何做呢 我應該要累積福德 累積福德行持布施 就成為我所當為之事 那這麼樣一來 就能夠從財富去想到 業力因果的道理 這個就是善用財富的一種態度 那有的宗教他們可能會認為說 我在這個人世當中 種種的經營都是為了要 為了要能夠升上天國 所以我做這些事情 這是它的目的 那麼我們更加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之所以在這個世界上 非常地努力 非常地精進地在做 比方說報銷國家 為社會奉獻 然後捐助學校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為了要能夠 正確地善用自己手邊的 財富跟資源 並且信收業力因果的情況之下 我們去做這些事情的 否則的話 有些人他們總是認為 所有的事情都是 憑藉自己的能力而承辦的 完全不需要仰賴他人 他完全不去思考業力因果的話 就會認為 就是因為我非常地聰明 我自己讀書非常地努力 所以我才有今日的成就 所以把別人都不放在眼裡 可能他的心裡面 只有自己的蹊跷 連自己的父母都不看在眼裡 他們根本對別人總是 很容易產生衝突 對於身邊的親友 不要說是慈愛心的 可能因為缺乏 耶利英國政見的緣故 還會產生對親友的稱心 那他在像這樣子的人 他在使用自己的財富的時候 只會讓自己的財富成為 墮入到地獄 以及三惡道的嬰兒裡 我們應該要曉得 這樣子的負面心理 尤其是稱心 他的過患是非常大的 就像是經典裡面講到的 千節所積善 岔挪稱能毀 就是說在長節當中 所累積的善根 只需要一岔挪的稱心 就可以將他立即性的完全摧毀了 這就是為什麼 密六八尊者都會講到的 如果我們執著在守護 執著在經營今生的財富的話 那麼這個財富在今生會給我們帶來 守護他的痛苦 而且從來勢的角度來講 他只是剛剛好幫我們鋪上 通往下三道的路而已 所以我們在正確認識英國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好好的妥善運用自己的財富 做上工跟下施 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一定要理解 財富本身它是有利有弊的 端看你怎麼樣去認識 怎麼樣去運用而已 我們稍微等一下英文的反應 小蕙伶也要好 去運用我們 有些人做到的 一個人做到的 這裡才會 nightmare 自己的離岔 而我們在淨滯 都會經常都會經常 利用卡或者说 發力 拍咖啡啦 握咚啰啦 握咚啡啦 握咚啰啦 握咧啰啦 揣咬t啦 握咬摸 握什麼人 揣咬t啦 握咬 虎啰啦 握咬 虎啰啦 握咬 虎啰啦 這次的生氣 他是個老子 祖母很害怕 打探 握咬 包 Forward 剛剛提到了 、「心捨此事 四夢之事 放下今生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些东西都抛下 把今生的所有事情都抛出脑后 像弥勒日巴一样生无障无 并不是要这样子的 没有人能够做到他那样子的境界 所谓的放下今生舍弃此事的意思是 放下爱我之 然后去了悟自他平等 这个才是重点的 真正要放下的 不管是从世间的角度 还是初世间佛法的角度来讲 真正要放下的东西都是自我中心 都是放下爱我之的 有些人他们非常执着的自己的生命 非常执着此生 可是你应该要思维的是 生命是无常的 我的身体最终也是要舍下来的 所以它是保也保不住的 那我们要保住的是什么呢 要保住的是慈爱心 要保住的是我无论如何 都要饶意其他众生这样子的想法 比方说在职场上 你应该想着我跟工作的同事 要如何促进他人的 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要如何促进他们的利益 使这些同事也都能够得利 我要如何对他们修安忍 如何对他们修慈心跟悲心 要对他们慈爱 这些都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因为我真正要降服的是爱我之 真正要放下的是爱我之 真正要培养的是利他心 那么进一步的来说 我们应该要认识到自己跟他人是平等的 我按照他的故事 我们会让他们去用 那这些无论的 在乱乐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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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乱乐的主持人 他在乱乐的主持人 然后我们在乱乐的主持人 我们在乱乐的主持人 我们在乱乐的主持人 出现的原因是 餐厅的是 然后面对人家的 我们因为你们有爱的 在我们身边都是 太招了 我身边都是 面对自己的 人都可以 太招了 在家里面 那我 肯定是 并不不得 那么 我们只有 这种 我们 因此 生病人 童鸭 所以 在恐怖 在 有可能的想法是在地上追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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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和求求的 要求求要求求要求求,要求求要求求求求,求求求能求求求求 我心裡說,我去世,我去世 那讓你去世 你明明明不見你 你我心裡的心意 那我回去 那要去世 在世 你對世 我去世 我去世 你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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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世 謝謝大家 若與誰伴增長貪稱吃 而且退轉所學問思修 能使人慈悲心盡喪失 遠離惡友乃是佛自行 這邊講到的是遠離惡友 不過這邊講的遠離惡友 並不是完全的把這些負面的惡友 全部都拋得遠遠的 這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跟誰往來 今生的人際關係如何 完全取決於過去的業 你要去躲避這些惡友 也是躲也躲不完的 所以真正的遠離惡友指的是什麼呢 是遠離愛我直 遠離愛我直的時候 那不管你跟誰交往 你的人際關係如何 善友也罷 惡友也罷 全部都成為能夠培持福德的良田 成為福田的對象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對自己所親愛的這些善友 神慈心跟悲心 對惡友可以修安忍心 所以他們都成為培植福德的殊勝田 舉個例子來講 像當我們面對年長者 面對自己的父母 你需要照顧他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苦不堪言 甚至有吝嗇心 因為也許自己的經濟條件 不是那麼好 覺得這是一件苦差事 可是如果你還是能夠放下 愛我直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光是孝養父母或者是照顧這些貧困的長者 實際上就能夠承辦許多的善德的 它也包括了不實度 也包括了持戒度 也包括了安忍度 所以它是非常殊勝的福德的田 同樣的惡友也是一樣的 惡友也可以成為我們培植福德的良田 如何說呢 因為惡友指的是什麼 就是讓我們心生反感 產生稱心的對象 當他們說粗言惡語 讓我們內心刺傷 被刺傷然後感到不悅的時候 我們的稱心就被引發了 引發了稱心以後 我們就可以見到稱心的狀態 並且去思維稱心的過患 去思維安忍的功德 所以它實際上引發我們的稱心 正好是提心我們要羞恥安忍 既然是提心我們羞恥安忍的話 仇敵對我們來講就是有益的 它就成為了我們能夠培植福德 培養善根的良田了 所以不要認為遠離惡友是 真正要身體上面去 把一個一個惡友都拋就是 距離門外 你遠離了一個外在的惡友 卻沒有放下內在 心裡面的我持的話 還會有更多的惡友出現的 因為過去生的業緣是如此的 所以最重要的並不是 去跟這些人劃清界限 而是放下內心的我持 去修安忍 如此一來即便他是惡友 你也能夠把他當成是培養 福德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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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說 坐著了一來不知的 坐著就選擇 坐著一個禮拜的 somos律師 數目要是在 坐著уса 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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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要有没有地方 除了 permett人都在说 就当你们学问 我们学问 zusammen 有没有地方 只能穿上去 十五六六六指 刚刚提到的 恶有的法相是增长贪嗔痴 并且使文思修的功德会退转 那么实际上这个状况是如何发生的 他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讲的是 如果你让贪嗔等烦恼增长的话 则智慧跟悲心的功德一定会退失的 重点实际上是在这里的 这是像我 如果像內在自我提醒 我們如果任憑貪嗔發展的話 本來的智慧跟悲心的功德 方便跟智慧雙運的 空跟悲雙運的這個功德 都會減少的 如果說我們懂得 以慈心跟悲心來修恥 以此作為前提來修空的話 自然而然就能夠做到 所謂密宗所講的 轉三獨為本來智慧 轉苦為樂 以苦為道用的這些 修行境界都會產生的 他的前提就是 不要讓自己的貪嗔滋長 而使自己的悲心的功德增上的話 那麼了悟空性的智慧也會開展的 否則的話 你不斷的跟 所謂的惡友絕交 你跟一個惡友絕交離開了一個惡友 不能夠保全 卻不能夠同時保全自己的 慈心跟悲心的話 還會有更多的惡友出現 如同剛剛前面所講的 如果一個人缺乏實修的功德的話 去躲避這些惡友 並沒有從根本上去降服我之的話 煩惱仍然會增上的 比方說我們會變得非常的散亂 我們會很容易懶散 陷入世間八方當中 或者對於自己的親友格外的貪心 戀戀不捨或者是傲慢以及忌妒 這些心都是 而這些問題都來自於 沒有真正的對付自己的愛我之 而只是從外在與人 絕交或者不相往來而已 所產生的過患 但… 你以為要去做慣惡 但因為她是不容易的 她說她是不容易的 但她要去做慣惡 所講的 因為她是不容易的 這位是不容易的 這是不容易的 這是不容易的 她會想成長 這位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如果有兽力的插手可以 插手 那一些地益的插手 不像它在全面的插手 他們都在這裡 按照這些插手 我也曾經在外面的插手 也依然在外面的插手 不要再插手 我認為這個插手 可以跟晒手 看來正面的插手 這把插手 李佳閡地臣迷非常的在你 他 会以来说很多人说话,大家会认识。 中文在说话,大家看着什么都会认识。 我想说 这个女生 这一部长队 这个女生就是这个女生 这这一 这个男生就能把她把她和她福问 这个女生说 我们就不太说 那不说 是我的女生也不太说 让她身材人不太说 如果她会在我身上 她们以后 那把她们说 她们就不太说 她们会说 不太说 不准循伤,就吵了招惹。 不准循伤,不准循伤。 也不准循伤。 善事比起我自身更加珍愛乃是佛自行 這邊講到善友或者是師長的功德跟重要性 那這個師長的重要性在先前講述歸一界的時候也曾經講過了 我們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對勁 包括以父母為主的親友對自己是有恩的 因為我們對他會有慈愛心會有孝順心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對親友的關心而產生慈悲心 所要保護的就是這個慈悲心 所要延續的就是這個慈悲心 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所需要恭敬或者是重視的對象是師長 第三個則是國家 為什麼要重視師長呢 因為不管是從世間跟初世間的角度來說 今生我們能夠得到幸福跟快樂 很多方面是來自於學問 來自於自己從老師那邊所學的功德 比方說在這個事件上有很多的發展 不斷的在日新月異的高度發展著 那人們也因此享有很多的便利 這些便利是從何而來呢 這些安樂的景象 這些光景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都是來自於拜科學所賜 那科學科學家他們也可以算是提供我們便利 提供我們方便的師長 所以也應該對他感到感激 應該要去謝謝他們的恩德 那麼我們所能夠安生立命的根本是什麼呢 安生立命的根本是國家能夠保全我們的性命 所以國家也是我們所需要去感謝 並且重視的對象 重視這些感謝這些的話 我們的內心的慈愛心將會增長 慈愛心越增長的話 自己的智慧也相應的會增長 我們的內心的安樂也會不斷的湧現 怎麼說慈愛心增長 智慧就會增長呢 因為當我們感受到快樂的時候 我們會曉得 這個是仰仗三寶所賜三寶的功德 讓我們內心懂得快樂 所以你越有慈愛心 自己內心的智慧越會增長的 這個慈愛心它有順序的 它有發展的順序 先是慈無量心 由慈無量心而升起悲無量心 如果有了悲無量心 就可以對自我之 就可以使我們僵化如同冰塊的心 消融 回歸到水的本性 回歸到清淨的自信 讓我們跟所有的友情眾生 都能夠和樂融融的相處 這邊提到了 功德猶如心悅增 賢正善知識 跟自己的身體相比較的時候 何者較重要呢 自己的身體實際上 跟老師的價值比起來 是沒有那麼樣的重要的 老師對我們來說 他可以給予我們學問 給予我們功德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些人他畫了大筆的錢財 上了非常名貴的學校 最終還是一無所成 一方面就是因為過去生 缺乏學習所得到的結果 如果他今生還是不努力學習的話 將來可能隨順著魚吃 會更加的愚昧 而轉生在旁生道當中 因此我們應該要重視 老師的價值 不管在世間或者初世間 都是如此的 為宣揚佛陀慈悲 使佛法廣為流通 中華印經協會 在十餘年的時間裡 不間斷地印製各類佛教經典 書刊、漫畫等等 讓不同年齡、不同族群的 大眾皆能擇其所好 同時感恩每一位 護法菩薩 有了大家的護持 才能讓更多大德善事們 統戰法義 共結善緣 藉由好書的熏陶 相信大眾都能積聚 成佛之良 不會增長 原成佛道 祈願半音永流傳 惠祕不止息 護持帳號 1965-8482 1965-8482 護民中華印經協會 希望您的支持 從音樂 那天 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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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